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盖 有GICJ 张绍涵 李盛杰 李小冬和张天七位歌手 这种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起来 大家觉得这个首发阵容里面谁有可能会夺冠呢 谁有可能会垫底呢 大家最期待看到谁的表演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早在1月7号放出PG1个人信息时 就喊话马苏 已经让人去查马苏老底了 如果不想老底被曝光 自己自觉点站出来 对于自己公开撒谎诚恳道歉 在PG1被彻底整垮后 前马苏老底查得差不多时 早在1月9号 黄玉清微博就爆料M小姐劈腿史 M依靠K出名 浪费K十年青春 期间各种劈腿 久别重逢与前男友Q久后乱象 后来又看上了W K被率后分手 微博中还称M4生活放荡 还做起老宝子 连自己15年有情的老同学的老婆都不放过 有趣的是 马苏贾乃亮东北老乡 相识已有15年 虽说黄玉清在故事结尾写着 结尾化名 不要胡乱猜测 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依旧选择下XXXX M等于马苏 K等于孔令辉 Q等于骑虎 W等于魏大轩 甚至还有瓜友PO出百度百科截图来佐证黄玉清爆料 随后某女艺人也站队支持黄玉清 一次怒斥马苏称 这个XXX在2007年的时候就劈腿我当时的男朋友 导致我多年感情分手 那时候他还跟孔在一起 似生活非常混乱 10年了 真恶心他 昨日下午2点 黄玉清再次手撕马苏 称M线勾搭上几天前刚被拼联出名的乒乓球选手Z做头发 还称Z生日会后 三人就一起做头发了 根据黄玉清爆出的照片 张继科马苏的确同框 同时黄玉清微博疑似暗指称 马苏是圈内老宝 称何M做过头发的老板称 在某某别墅 M带着另外几名女星赴约 给几位老板一起做头发 部分照片和监口翻拍视频 考虑尺度问题之后 陆续选择性公布 之后黄玉清还公布了某位老板的聊天记录 以证明自己不是信口开河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爆料就是强 这波爆料一百分 虽说勤奋昨日声明 所谓的小号不是本人 但这丝毫不影响瓜有吃瓜兴趣 张思聪是纪检委一科主任 黄玉清是二科主任 孔丽欢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现在回想起来 还好我没有珍惜 但也有夸友指出了黄玉清微博的硬伤 一 虽说有报道称 拼连官宣张继科出名 但实际上张继科并没有被出名 二 马苏跟国平很多人都是好友 甚至调侃黄玉清是李小璐和PG1请来的卧底 一直在转移焦点 于是在各路大神提醒下 黄玉清默默修改了微博 这几个修饰词删掉 令瓜友哭笑不得的是 黄玉清前脚发了柯柯照片 后脚甩锅给广大瓜友 我支持张继科 从头到尾没提张继科三个字 瓜友能怎么办 瓜友也是很无奈了 你这爆料都这么明显了 就不要再尬眼了好不好 随后张继科工作室也发声明 一 张继科和马苏是正常朋友关系 二 张继科是现役运动员 三 留言严重违背事实 声明一发 迷妹纷纷表示支持 虽说有质疑者翻出16年8月知乎帖 怎样才能追到张继科 去问马苏 证明张继科和马苏关系非比寻常 然而该铁作者也很快站出辟谣 马苏追到了孔立辉 所以让迷妹问马苏询问经验 如何追到乒乓球队友张继科 看来都是误会一场 虽说张继科工作室发了声明 但马苏小姐工作室寂静如水 黄玉清于昨日深夜继续扒皮马苏 2015年5 6月份 就因为她接受交易太频繁 被北京治安总队盯上 甚至称自己上个月31号之前不认识马苏 最后还喊话马苏 千万别找营销号黑我 第一我也不在乎 第二是来黑我的话 我只好把这些照片小视频 还有短信记录发出来了 有小视频看 这福利瓜有瞬间精神 为了让你把照片小视频发出来 我打算黑你一下 有关有质疑 面对黄玉清的叫嚣 马苏未回应肯定是心虚 但姐想说 马大姐千万别虚啊 硬扛啊 咱支持你 看一年大戏 千万别让这瓜凉了 今天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10号 罗志祥的网红女友周阳青 晒照宣传自家新款 然而连吃瓜群众都能发现 新款赤裸裸地抄袭了 16年年底花晨雨为粉丝设计的 花本歌迷服 当天 一直支持女友的罗志祥 也晒图帮忙宣传 也是瞬间收到了一口大黑锅 网友跑去周阳青微博留言 盗版抄袭的衣服 还让自己男朋友穿 您不嫌尴尬 我都替你尴尬 耀剑说 华晨宇也是神机妙算 当年设计师金冲雨曝光衣服时 他还留言调侃 小心被访 原来说的就是你啊周阳青 果不其然 昨天凌晨 金冲雨贴出对比图称 这样不太好吧 随后周阳青和罗志祥也是秒删微博 金冲雨之后也删除了帖子 挖友猜测 是私下沟通达成和解 巴特几小时后 周阳青发微博称 差点因为你的疏忽 犯了一个大错 顺便随手拉黑所有 质疑抄袭的评论 留下一片祥和 岁月静好 哪泥 网友一脸懵逼 全套衣服抄袭的 只加了个拉链 这么无耻的抄袭 也叫小疏忽 疏忽就疏忽在 没想到抄到一个粉丝 比自己粉丝多的人头上 这个优秀的女朋友 经常毁掉我因为 几条对罗志祥产生的好感 解弱弱的说 这是不是更能证明 小猪对她是真爱啊 2018年的春晚审查 来得比往年更频繁些 昨天小编才在 央视旧址西门 见证了杨子登轮 李明起和何欢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今天啊 秦海陆郭东霖 孙涛崔世佳 补玉等演员 也出现在演播大厅 投入再冷 也要上春晚的战斗 别看当天是北京入冬 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 但是我们大地色大衣 搭配墨镜围巾海陆节 在阳光下看起来 真是暖暖很贴心 不过一问到节目 秦海陆是一秒变高冷 半个字都不多说 海陆姐去什么节目呀今天 真的还不能说是不是 准备的怎么样呀 好吧 这是第一次参加审核吗 之前来过吗 不是 之前因为已经有过几年了 所以应该还比较轻松吧 这次 毕竟是多次上春晚的老江湖 没点信心 怎么给小鲜肉小鲜花们 做出演技的榜样呢 不过这边还咬死不透露 节目细节 可转联我心大的海陆姐 就暴露了合作的搭档 我这得等人 等他们那个 王昊昊的 我刚才看见他了 谁 洪昊老师 进去了吗 进了 孙汤他们也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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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汤他们 您是跟他们一个节目的 对吗 稍等啊 好嘞好嘞 没错 我骄傲的孙汤老师 这次恐怕又要在春晚的舞台上 骄傲一把了 而且看样子 还是要和秦海陆一起骄傲 不过孙汤老师 显然是能者多劳的驾驶 这边下了春晚审查的舞台 那边就被接上了 去录制某喜剧节目的车 是是是 太累了 太累了 能 能 汤哥今天有戴口罩啊 还是被好吗感觉 哎呀 好了好了 今天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摘他 那那整个包袱怎么样 他们还不错啊 应该效果挺好吧 也不好说啊 这个不好说 这句不好说 现在是不是该担心洗剧员了 对 还有一个人啊 一出现在舞台上 就是提醒你过年了 那就是我们的郭东霖老师 虽然不知道这次郭东霖的媳妇是谁 但看郭老师开心的样子 应该是很满意了 这边老师 郭老师 这边了 还有哪边 这边 这边的家 这边的家 距离称了还有一个月 这么一集审查已经持续两天 次数也到了四审 看来今年的春晚导演 绝对是奔着做精品高质量去的 想了解更多春晚的台节目后 锁定优酷娱乐 准没错呀 黑粉轮流转 今天到影家 继银宝被朝大牌冷落 口语辣午后 昨天网上再先质疑银宝时尚度的帖子 先是第一次他跨年晚会 把奢侈品的裙子穿成了买家秀 后又抛出赵丽颖代言罩 与秀场model 大表姐的街拍对比罩 为了更有说服力 汪佑如鼠家真的晒出 范爷 刘诗诗 通丽雅 妮妮 唐嫣 刘亦菲 网友震惊 怎么可以这么妥 不 好神奇的气质 妥到让人毫无购买欲 通品牌的对比 还有为某巧克力代言的汤文 网友晒出赵丽颖的国产代言 也是一言难尽 国产运动品牌 对比张雨琪和古丽娜扎 与张天爱的国产黑超对比 更是惊人 网友调卡 光看张天爱其实也不打电 但是盛在有对比 也有粉丝质疑 P图痕迹过于明显 唱 现在流行P图黑人了 然后扣出一组银宝黑图对比 怀疑这种拿超模的身材 外加赵丽颖Face的P图 是为了证明赵丽颖身材很虐 结果也是被黑子讽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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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说辣无脸比身材更虐而已 这dis也是没在嘴软的 简纳闷 之前赵丽颖的新闻都是 贫贫撞山从没输过 完胜周冬雨 鸟扎杨密林心如刘一番 就连范爷也不是对手 啊 一定是网友打开图片的方式不对 前脚曾志伟发声明否认性侵拦截腰 后脚昨天周冬雨工作室也出面澄清 说我跟曾志伟有染的 可以闭嘴了 毕竟小黄鸭是靠实力演技而走逢青春女子 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嗨妈 厉害了 还没看到造谣的新闻 这辟谣的声明就出来了 虽然这事小酷说他不信 就周冬雨这身材 然而粉丝却互主心切 隔壁造谣张口就来 不发声明以后就更说不清 要说事出缘由 是出此编呼一个不记名爆料 曾志伟曾亲口承认玩过小黄鸭 于是有人开始歪歪七月语安生 也是因为曾志伟得奖 周冬雨从此港圈资源暴涨 随后八族盖楼营销好联斗 只不过到昨天 帖子都莫名被删 嗨妈 完了 完了 就这样把七月贬得一文不值 对此 姐只能说造谣的帖子不删 留着过年嘛 昨天 一发2017粉丝应援成绩单曝光 小工具毫无人性的 以5.88亿元媒币 强势粘压登底啊 陆涵范冰冰则以3.06亿 和2.47亿分裂23 嗨妈 我就说杰蜜厉害嘛 一个无语伦比 真的就秒杀了 当然也有人称 我觉得我们赢在年龄上 原本以为肯定比不过流量小生 没想到杰蜜都是佛系追星 大概是因为杰伦常开演唱会 门票英国梦发姑 都是在淘宝买的吧 扎心了 然而道理我们都懂 只是为啥杨蜜和李一峰的粉丝 蜜蜂是同一个名字 怎么区分 再看各家的应援口号 绕口行 我心中有千千节 中二行 那么爱你 扎在心里 价值观行 脚踏实地谋发展 努力努力再努力 当然还有混搭行 加入五月天 永远不算晚 乖姐忍不住终于笑出声 啥也不说了 来底线 有酷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我的底线就是我开心就好 重大戏谴 欢乐喜剧人第四季 将在每周日20点30分 优酷独播 没错 这一季喜剧人的喜剧观察员 还是咱们老郭 但是在赛制上 却产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还是各组喜剧人之间的PK 却增加了一位大魔王的挑战 而大魔王的身份 连幽姐我都不知道 反正很厉害就对了 我猜测 很有可能 是会有月云鹏的到来 毕竟在师傅郭德纲的眼中 他已经是全国最好的喜剧人了 他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吧 在他这个年龄的相声演员里边 全国里边 他应该是最好的了 究竟小月月能否登上喜剧人的舞台 大家本周末看节目就对了 但是肯定要来的这几位喜剧人 大家一定不会没收 春晚老兵孙涛 麻花双交甲金金冯秦川 还有甲校公司的甲兵 和不一样的烟火孙建宏 大家实力怎样先不说 反正开心麻花的两位演员 已经准备拉沈腾来助演了 他把档期得让给我们 帮我们助演才行啊 但凡有档期 您这好大的口气 我这是沈腾的同班同学 好你赢了 看完傲娇的 还有这低调的 参加这个节目打分就是及格就行 嘉宾好歹也是拿过笑声传奇的冠军 咋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呢 你谦虚你才有爆发力嘛 你整个挺骄傲 我第一我第一 南产舞都第一 结果你最后被淘汰了 你还活不活 得活得活 不过这还真有味累到不想活的 咱们酒精沙场的孙涛老师 春晚大风大浪都过去了 到了咱们喜剧人舞台 反倒被累蒙了 完了以后 哎呀就特别的累 就累的确实不行 没这么累过 前所未有的嘛 那您可千万要挺住 别让咱观众用您的话笑话您 毛病 等等等等你俩这一向佣还真让优解我有点小懵圈啊 不过别说你俩这一瓣一嗨一胖一瘦还真挺般派 别动啊不要乱动 要不然这炸弹就会把你炸的 比现在还黑 在咱们本周六即将播出的喜剧总动员节目当中 贾玲可以说是艳福不全 无旦得到了我宝哥的拥抱 还被人给聊了 你有打火机吗 没有 大爷 你少抽点烟吧 你就告诉我啊 你是不是没看懂 没看懂就对了 这其实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辽妹技能 想知道完整步骤 周六晚上锁定优酷看节目就对了 你要是觉得辽妹没内涵 优解我就必须给你整点有深度的 青年演员魏大萱 来到咱们喜剧总动员舞台上 表起了演技 嘿兄弟 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飘飘 你笑一个 大萱 我笑着呢 想知道男神为啥泪洒舞台吗 想知道两人究竟有怎样的爱恨情仇吗 敬请关注 每周六晚上 在我大油库与你不见不散的 喜剧总动员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最近风格已经跑偏了 形象也都没了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是早就没了 但是呢 只要能够让大家开心的笑一笑 不管是上大山还是下火海 我都在所不得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交和大家说再见了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力到八点给你一整天的活力 我是西西 下周一早晨八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也许这是结果 却为何如此的冷漠 你是否爱过我 你是否还执着 心痛的感觉 蔓延寂寞的我 这世界很酷